9月14、15日 北京电影学院2020年新生报道 学生们终于踏入了梦寐以求的校园 学习艺术类课程有哪些挑战 一路走来又有哪些难忘瞬间 未来要如何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 跟随小新的镜头一起来看看吧 是那个动画学院漫画专业的 我是西京影视美术设计 电影学的就是制片与市场 我是环境设计专业的 我是表演专业 初中那会儿特别喜欢动画 有时候动画带给人的感觉 比现实电影会有更多复杂的心情在里面 我从小就喜欢看那个漫画 当时是看《沐红春斗罗大陆》 是从小也算是追到大 然后一下子把钱都全买完了 我非常喜欢看院线电影 然后制片它就是综合着电影和市场的这样一个专业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符合我个人喜好的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这种才艺展示 就是比较喜欢在别人面前展示自己吧 然后喜欢获得掌声的感觉 从小就爱看那个古装剧和警匪片 做演员呢就是能体验到各种各样的人的情绪 体验不同的不同人的生活 我很喜欢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 然后那种感觉是很微妙说不出来 就是氛围图吧 就晚上画得很晚 就反复练一张画 最长的一次是花了六个小时 我记得我们当时学水彩 有时候会画了三四点 别人画得也特别好 就像提升到人家那个层次 所以就只能通过熬夜 通过时间来弥补的一个差异嘛 接触播音是在我高一的时候 每天需要练嗓 确实这些都是日常 一般是七点钟醒 然后一直练到八点半这样 比较频繁的那种练习的话 还是比较困难的 故事的创作 你需要有非常大的这个积累的这样一个量嘛 所以说你需要从生活中去发现 所以这块是比较难的 就是要多看 然后多看一些经典作品 然后其次就是说你要回想 就是你生活中的一些闪光面 这个过程挺难的 但是很开心很幸福 对我来说声乐最难了 早上起来刷牙都在哼着 都在哼着那个第二点 每分每秒都在练 感觉没停 因为学表演肯定 首先要求一定要打开自己嘛 然后因为我其实本身是一个 有点内向的人 所以这在 在这方面是一个突破其实 我觉得形体对我的挑战还是挺大的 我们考试的时候需要下岔嘛 自己还是比较痛苦的 也是因为做的不够好 对自己不够太满意 也偷偷地哭过 如果可能就要比别人多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 每天下课之后 再用自己的课余时间去练习 在背后偷偷地使劲 编导考试进考场之前 身份证不减了 去离学校最近的那个打印点 才赢的电子身份证 一开始觉得自己可能 与编导考无缘了 然后最后还是化险为宜 因为考试的时候天已经偏晚了 那会儿天还亮堂着 但后来突然下雨 然后天就一下子就黑了 当时看考试的时候 就是录视频嘛 他当时要求说是你不允许 你自己说是去离开镜头范围内 整个就是现在黑暗当中 摸索着考完了 因为今年疫情的原因 我们很多的考试都改成了线上的考试 全程看不到考官嘛 镜头它会把你观察得更加细致一点 所以说在一些表情的控制上 就需要自己做得更加的 自己也要做得更加的细致 对于我们还有对于老师们 也都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挺难忘的 查到排名那一天 看到的时候我就开门 一开我说我妈不过了 我在楼上 他在楼下我们两个就这样的对视 然后我们两个是边对视边哭 确实太激动太开心了 感觉心情特别激动 非常期待自己接下来四年的大学生活 挺想进我们院的学生会的 然后想多认识一些老师和同学 超激动 之前也是来这儿加一样加一样 今天是真的吸成了这儿的学生 希望拓展一些别的 学学爵士舞啊什么 学一点音乐 现在自己就是很激动呀 可以见到新的室友呀 规划的话就是希望能 多参加一些活动 可以丰富自己的简历 然后可以去一些自己想要的 就是一些公司做实习啊之类的 大学就是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但是我也知道自己差了还很多 还需要努力学习 有机会的话 你只要还能进组学习一下 就是多沉淀自己 好好学习静下心来 特别激动嘛 要不是懂同学我早就进去了 希望我自己加油 能做一个合格动画人吧 也不辜负学校 不辜负自己 不辜负少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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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